接下来咱们要说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影 此女人称叫小杜 爆料不断是拦不住 说熟悉她是因为小杜之前以受害者的身份向咱们栏目求助 怎料节目从年前报道完之后 这个春节咱们的热线电话就没消停过 对小杜过去的林林总总爆料就没断过 电视联系剧版的存在 这样的主角不当也罢 各位口中的小杜和大伙纷纷拿出的证据 让我们对这位小杜当初的弱者受害方是越来越陌生了 他到底是何许人也呀 大伙反馈的事都是真的吗 答应我们的事都办了吗 这个女孩叫小杜 她说中介有内幕 没交定金被报复 事后觉得很发怵 房产中介只喊冤都说小杜不简单 不简单呢 我们有一个群就是这个诈骗这个群里发现这个人是一样 通过核实这个照片和身份证我们发现是一个人 骗完了就消失了 我们去去办所了以后去了以后才发现不单单有我上当 好多人 好多中介 今年的2月3号咱节目采访了小杜 据他爆料自己被中介打了 怎料一时激起千层浪 节目播出第二天陆续有5家房产中介从业人员爆料 小杜以看房为由 借此让中介变钱 然后玩失联 沈阳的小吴去年的12月12号就带着小杜在沈阳市铁西区某楼盘看房后 到家定金的时候出岔头了 发现自己卡有一万多块钱 加上我的三千多块钱还差九千块钱 九千块钱他又想回家酒 就做了一系列的就是套吧 就像那一环套一环吧 然后他后来就管我借了九千块钱给他转过去了 短短的15分钟 小吴给小杜转账两笔 共计一万两千块钱 针对这情况 2月7号热线记者问过小杜 我根本就没有跟他借 我说我回家去取 他给你转了几笔钱 他自己说的是两笔 但是我没有核实过 因为那张卡之后我就没有用过 你收到那两笔钱了吗 我去查了收到了 收到了多少钱 一个是三千 还有一个是九千 前一秒还说自己没有核实过 后一秒就清楚地说收到两笔钱 既然钱收了 但房却没买 一走就俩月 你现在是因为什么原因 这笔钱不给他呢 我没有不给他 我第一我没有不给他 就是我的意思是 他一直都在说我是骗子 我说咱们俩可以解决 通过派出所去解决 后来的话就是立案了 现在警方在正查当中 去年12月12号事发之后 小吴去沈阳市公安局 铁锡分局工人村派出所报了警 警方已经立案 当着热线记者的面 2月7号 小杜和对象俩拍胸脯保证 当天就去派出所处理这事 今天我就去那个工人村 年前我们这些事都会解决掉 今天先去工人村 这个可以吧 因为这个是比较大的 我必须得去说清楚 不然它会影响我以后的生活 今天先去工人村 拿着人家一万二 俩月不还 这啥意思 你要说订了房子 小吴也不能这么着急 关键是钱拿走了 房子还没订 回头呢还没还钱 小杜的解释是 都别着急 这年前呢 高低把这事给整名班的 今天可是2月22号 半个月过去了 解决没呀 半个月之前 小杜是斩钉截铁的话呀 让小吴看到了希望 可是昨天 小吴告诉咱们 希望又破灭了 这半个月时间过去了 小杜联系你了吗 小杜没有联系我 他去派出所了吗 没有 那你这个案子 最近进来去 现在的话警察一直在联系小杜 小杜的话也迟迟没有出现在派出所 然后说今天去明天去 现在也一直没有出现 今天我就去那个工人村 年前我们这些事都会解决 今天先去工人村 这个可以吧 因为这个是比较大的 我必须得去说清楚 俩人明明对着镜头 拍着胸脯 保证解决的事 咋半个月过去了 一点进展没有呢 小杜这是 遇到啥问题了 有时候就没人机 要么就关机通话中 这就尴尬了 小杜之前可明确说过 自己手机打不通是不可能的 他们有我的电话码 你说打不通是不可能的 我手机一没有关机过 二我没有说是停机啊 或者是怎么样 不过2月20号 沈阳市公安局铁锡分局 工人村派出所民警 告诉小吴 尽管小杜始终没露面 但小杜的对象 愿意来解决这件事 昨天吧 就是小杜的对象联系上了 他说这件事对他生活 造成了影响 他说他想替小杜解决这件问题 我替他解决问题 但是我现在我逃了一番 我不能业 我闹心呢 这是重点兄弟 我不逃 你该抓抓 你该把哪个机会 他完全是在骗了我呀 以购房酒的身份 骗了我一万二 而且我的钱 也不是大风寡来的 我干嘛要认把钱呢 平安无故 钱放在他那三个月 现在还要少了四十五个 我非常气愤 我被你白骗了 我还得打点钱 我凭啥要打钱呢 很显然 小吴是不同意 这个解决方案的 眼下小杜一方认账 但为啥就不把一万二 全还了呢 我说我啊 现在一万二给你 给不了 我闹心 能听懂吗 你没有解决不了 或者打击 就让你说 你吃饭是吧 没有道理 没有任何道理 我不赶你 我不欠你 我凭什么只还我八钱 我现在转给你了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一个经济往来 我转给你一万二 你就应该返还我一万二 你就是不当得利 我现在就可以到反正起诉 让你把一万二余数返还给我 这啥人呢 什么叫你不平衡呢 咱也不知道 小杜对象所说的心理不平衡是指哪个方面 你拿着人家小吴的钱两个多月不还 人家到处找你们 你们心理不平衡 面对媒体 言之凿凿的说 年前就解决问题 回头半个月过去了 一点进展没有 然后你们心理不平衡 这样的人咋还能安心过年呢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小杜的做法 真的是让我们越来越看不懂了 对这个人呢 咱们也是越来越陌生了 要说心理不平衡 除了小吴 沈阳的鲁经理 一体小杜更来气 沈阳一家房产中间的鲁经理 之前向节目爆料 说去年十月底 小杜在他那里应聘人士 并且有过八千多元的经济纠纷 面对这样的说法 2月7号 小杜完全否认 至于他跟我说 我在他店里上班 一天都没有的事 他在开玩笑吗 他还硬骗我 他硬骗我什么了 嘴上说 不认识这位房产中间的鲁经理 但鲁经理确实提供了转账记录 三笔钱数分别是 3690块钱 1900块钱 以及3000块钱 收款人是某金辉 看到这些 小杜改口了 因为我是一个常年兜里 揣现金的人 我那天一共给了他8000块钱 这8000块钱是我前一天取的 如果你要证明的话 我都能给你掉出来流水 鲁经理提供的录像能够证明 小杜在他的店里吃盒饭 谈话的内容也和招聘有关 2月7号 小杜也说过 要去派出所 把这事讲清楚 然后到一明天或者后天 我们会去的 每个都会去的 只要是这些人 他们联系我 昨天上午 当着热线记者的面 鲁经理电话联系了小杜 您播叫的用户正忙 请您稍后再播 sorry 这就是小杜说 他之前留的那个电话 说他永远不关机 永远都能免得上 对 从事发以后 他之前用的几个电话 全属于给我拉黑状态 因为我们同行之间 倒是我们现在一个群里面 一个五六家的 互相之间聊的 就是他很懂这个东西 而且我们去派出所 派出所就是 虽然没联案 但派出所给我们出的建议 是赶快起诉的 因为他们这一伙人很专业 你说这小杜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什么药不重要 但是这钱不能不要 不管是小吴还是鲁经理 这个钱都非要不可 哪怕有困难 他们也要维权 你看网友们说的 玩鹰的让鹰给刁了 你也甭说那风凉话 中介从业人员 绝大部分还是有职业道德的 但是说实话 销售顾问也算是 天天跟客户打交道的了 怎么能让小杜 把钱给整起来呢 节目播出之后 又有三家中介站出来 爆料了自己是怎么一步步 被小杜牵着鼻子走的 看房一顿组合权 首先就是不差钱 一直在证明是自己什么 是公务员 然后家里有钱 然后个大连上的学 然后给我看什么 他跟他爸警服的 有穿警服的合照 然后看什么宝马 然后好几个防证 就说他是开公司的 然后跟人合伙 然后他爸他妈 又是公务员 又是警察 又就这种的 然后家里还东钱 然后有钱什么这那的 就是说全款反正也不差呢 购买欲望特别强 然后再有的话 就是他有实力 要全款买 实力还表现了 你说一个月 能挣两三万 挺挣钱的 说会很多门外语 嘴上说他不差钱 等到交钱就差钱 正常定金好像交几万块钱 交几万块钱 然后他说他手里差点 然后他就是除去 他给我拽到那个车里了 要跟我研究 先转两千块钱 给他过来 他就正好凑够那个首付 就是先交那定金钱 交完定金钱之后 然后他在那个 他把那个另外一张钱 提出来之后 带给我们还回来这个钱 意思就是 然后我们就给他转了 定金不够 然后他就回家球 我们又陪他回家球 到一云北军四七 然后到楼下呢 他也没上去 就徘徊着 他车上他说 你啥办 你这样吧 你就是你转给我点 因为我这差点钱 差一千五 他说你那个支付把转我 跑了 跑路 理由多 每次借钱就两千 钱到账后九十连 然后他跟他对象唠嗑 也那个那个 我也不太好出去 然后之后他就走了 之后呢 他就之后再也没回来过 他说他朋友在那 他去那求那个身份证 求银行卡 人然后就还跟我说 他下来了 怎么怎么的 然后紧接就给我们拉黑了 那个我接个电话 然后就除去了 除去了之后 我就是那个 我就跟着他了嘛 跟着他 但离挺远 跟着他了 然后后来那个 遇到我一个同事 他问我 那个药根烟酬 然后就这么的 然后就我再一出去 他就人就没了 等到大家都回过味儿来 小杜要么不接电话 要么拉黑他们 偶尔联系上 也是惹一肚子气 那个你赶紧回我要去报警 然后他夸夸给我 发了一堆那个 怎么派手术 刑法那些术啊 就是老明白的 就告诉你 你去也没用 说是这属于是 民事经济纠纷 就是说那个 还达不到立案侦查这种 我们那时候 报案的时候是第二起 然后要有第三起的时候 才能给我们立案 但是一直也没有 就是警察那边 也没有跟我们准确的答复 中介肯定也是 有个侥幸的心理 因为中介他们 更多的时候 是在这个过程中 中这个提成 或者是说白了一种对缝 小杜实际上是没给 这个出界房 留下任何的一个 指质证据的 所以最后导致 我们的证据 并不是一个 非常充分的证据 这样小杜抓了一个空子 另外呢 他的这个借款数额 并不是很高 都是很低的 还不足以达到 这个诈骗的这种 犯罪金额 三步下来钱到账 人已没影 心里慌 这种做法招人恨 提醒大伙 别上当 卖这长时间 房子从来 从来没有 借过客户钱的 就是卖这长时间 因为 真正想买房的客户吧 他不会差点点钱 不能说所有人都是坏人 只能说是 在于这方面 自己要多加小心吧 然后自己也不要说 带给陌生人 十字转账啊 然后再去 就是说 给他转多钱 哪怕是一千 一百 我也不会再转 要想把钱弄到手 统共分散步 咱们细分析 这手段呢 其实并不高明 但凡有一点戒备心理 肯定都不能着了他的道 归根结底 就是业绩 提成闹腾的 为了促成交易 很多房产中介人员 也是真拼了 一套成交 中介费好几千 有的还上万 小杜也就是抓住 大伙的心理 还不多借 两千 大伙一合计 借就借了 完事还能挣呢 这么一想就完了 眼下律师已经说的 很明白了 这些人也都会用 法律来保护自己 但是我还想说 小杜 遇到啥事 你得说清 电话不接 肯定不行 你的手段不算高明 千万不要自觉聪明 出面和解 事件才能叫停 要不然这日子 怎能过得安宁 最新进展 咱们还会继续关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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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